百年时尚新 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 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 带最好的翡翠 1993年7月的某一天 在一辆开往深圳的客车上 一伙歹徒持刀抢劫杀害了一位乘客 并抢走了他装有13万元的密码箱 从此以后 这伙歹徒愈驾嚣张 屡屡犯下多起血案 而他们的头目正是一个名叫张志成的人 张志成原本是湖南麻洋人 上世纪90年代初到广州打工 由于羡慕公投奢侈的生活 从而纠结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 走上了抢劫杀人的道路 从1993年7月到1996年11月 张志成带领他的团伙在广州 东莞 深圳等地疯狂作案 共抢劫31次 盗窃3次 杀害18人 智商智残30人 抢劫所得财务高达200多万元 致使广东市民人心惶惶 张志成也因此被称为广东头后汉匪 当然 广东警方也极其重视此案 竭尽全力追捕了张志成两年之久 终于在1996年11月15日将其逮捕回案 但张志成落网后态度顽劣 拒不认罪 给审讯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好在张志成和弟弟感情深厚 而他的弟弟也是他犯罪团伙中的一员 并已经落网 审讯人员抓住这一点 击溃了张志成的心理防线 他为了让弟弟能够被从心发落 松口交代了所有犯案过程 与弟弟在监狱相见时 恶魔一样的张志成也流下了眼泪 1996年12月21日 张志成及其团伙9名骨干被判处死刑 后来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 主动跪下磕了三个响头 向被害者家属道歉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他以后能报效祖国 长大获得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留学 然而 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事 他的回答惹人